7月6日 于可为第二张正集《威家幸福》发兵记者会在北京举行 记者会一开场 于可为就与现场的媒体及歌迷共同分享了专辑首播出的歌《伤不起》 谈到主打歌《伤不起》 第一直觉会让人想到风靡网络的超红词汇 于可为表示这首歌是特别邀请灵溪老师为自己填的词 当自己第一眼看到歌曲题目时也吃了一惊 对 其实当时的这首歌的曲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自己脑袋里面的印象全部是demo的歌词 然后直到最后录的那一天 当天 然后灵溪老师的歌词才拿到手 然后就赫然的看见《伤不起》三个字写在上面 然后就觉得 当时还觉得蛮惊讶的 然后就是觉得灵溪老师也是在留意当下的一些 就是网络非常流行的一些词语啊 或者是一些语句 觉得还挺特别的 然后呢 再看一下词就觉得其实真的要去好好听这首歌 然后才能理解到灵溪老师 就是他就是把就是当现在当下男女的情感和就是这个流行的这个网络用语结合在一起 是非常非常巧妙的 对 当被问到生活中哪件事最令自己伤不起时 于何为坦言 日前发生的新闻局撤销自己的金曲奖 最佳新闻奖入围资格一世 最令自己伤不起 伤不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很多吧 随时随地的出现 有些是小的伤不起 有些是大的伤不起 那可能最近的伤不起可能就是 就是被那个金曲奖的事情吧 确实会觉得有一点伤不起 记者会上郁可维所在唱片公司领导 为郁可维以特殊方式送上一份神秘大礼 里面有代表扩展音乐版图的地图 有鼓励他创作的钢笔 有预助他获得更多奖项的奖杯 有象征美好爱情的水晶苹果 还有希望他成为情歌天后的皇冠等 这些惊奇的礼物让他十分开心 郁可维更是拿着水晶苹果和奖杯不放手 足以看出他是将爱情和事业 分为最重要的东西 而被问到事业和爱情 哪一样更令自己伤不起的时候 郁可维会怎样回答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爱情和事业 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不起 那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 可能事业要比较轻微一点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 现在从事的事业 是我自己最爱最爱的就是唱歌 因为也是我最大的兴趣爱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哪怕我现在不唱歌了 然后就是没有现在拥有的一切 我还是会回去继续唱歌 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事业上要轻一点吧 感觉 谢谢